关注的是南韩单日确诊规模 这个星期都在2万到3万之间游走 跟上个星期相比出现了微幅反弹 感染再生指数连续三周上升 南韩防疫当局不敢掉以轻心 秋冬流感季节来临 现在国门大开 担心偶偶新变种病毒入侵 11月开始南韩会全面恢复入境免签 包括了日本台湾这些地方的旅客 只要你拿到电子旅游许可证 就可以免签进入南韩 南韩的民间防疫疲劳很明显 加强针跟次世代疫苗的接种率都很低 防疫当局认为 这个星期是观察的关键期 下一波大流行可能会在12月报道 林木之头染上或红或黄的颜色 萧瑟秋日因为风景显得更加迷人 江源道雪月山是南韩枫叶 第一个转红的地方 接着一路南下 如今风红已经来到中北和全北地区 南韩民众把握秋高气爽 好天气出游 因为十月中过后 南韩气温就持续下探 这个星期首尔已经观测到结霜 比往年快了十天 进入初冬气候 南韩防疫当局严正以待 但秋冬大流行似乎已经蠢蠢欲动 近期南韩确诊规模降幅趋缓 单日病例数甚至连续多天出现微幅反弹 而反映疫情控制成效的重要指标 感染再生指数 也连续三周回升来到零点八九 估算自然免疫和疫苗效力消退时间点 南韩防疫当局预告十二月初会有新一波疫情报道 但南韩加强针施打率低迷 目前第四季接种人口不到15% 次世代疫苗覆盖率也仅0.6% 医学专家纷纷加入呼吁施打疫苗的行列 特别针对年长及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提出警告 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持续增加 不容轻忽 南韩BA5减出率目前来到90% 已经明显下降 防疫当局将本周视为关键观察期 如今边境松绑国门大开 不得不担忧新变种病毒入侵 既取消入境检疫规定之后 南韩时隔两年半宣布全面重启 免签入境优待 从日本台湾及澳门等地入境的旅客 11月份开始 只要事先取得电子旅游许可证 就能免签证入境南韩 出国旅行需求大增 疫情期间取消的航班 这个月重新飞上天空 南韩航空公司摩拳擦掌 持续扩增航线增加航班 就连机上服务也有重大革新 大韩航空吸首世界级市酒师 精选提供50种葡萄酒 丰富机上饮食 首尔航空也针对长途旅客 推出电子书和游戏机租借服务 还有不少航空公司时隔三年 宣布重新招募空服员 乐见景气复苏曙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